年日以来,河北桌州的洪水灾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桌州是出版业的库房重镇,北京西南物流中心桌州园受暴雨洪水袭击,多家出版机构库房被淹,大量图书毁于一旦。 据报道,中图网预计损失400万册图书,马阳3亿,未读库存图书150万册,马阳1.24亿,北京时代华语库房损书约360万册,预计损失高达2.2亿马阳。 童书出版单位布业文化存有图书,大概价值7000万马阳。 北京天文球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库房上亿马阳。 在这场洪水中,买书是否能帮上忙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网友提议将清理后的书籍低价出售,以尽量回收一些成本。 然而,出版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太现实。 他们指出,被水浸泡的图书不仅会导致书液变形,墨迹郁染,甚至可能引发霉菌和细菌滋生,对读者的健康构成潜在危险。 同时,清理泡水的图书本身就是一项繁琐而耗时的任务。 清洗、翻修、干燥等工序都需要大量人力投入。 而且,无论采取何种修复措施,都无法完全恢复泡水图书的原望。 这些成本和劳动力投入对出版公司来说不可忽视。 桌州为何称为图书管配市场大本营? 在淘宝等电商平台选购书籍,筛选发货地,发货来源排名第一的城市,就是合肥保定。 其中,大多数书商又集中在保定下辖的桌州市。 此次图书仓库进水最严重的正是北京西南物流桌州园。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西南物流桌州园占地面积400亩,库房及配套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 有近百家出版社及出版商库房,集中于园区及周边。 桌州如今在图书出版行业占据重要地位,但桌州图书企业集中的现状形成时间并不长。 其产生、发展与北京西南物流园搬迁密切相关。 据了解,2010年之后,北京的特价书库逐渐向北京丰台西南物流园集中, 北京西南物流园一度成为北京最大的出版业物流基地。 2017年前后,北京西南物流园开始拆迁并搬迁至北京市房山区和河北省桌州市等地,并逐渐形成如今的格局。 西南物流捉州园所在的码头镇与北京市房山区毗邻,距离北京市中心直线距离仅有约50公里。 有业内人士表示,捉州确实是出版业的一个重镇,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要原因是,当年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之前在大兴等地的库房都外迁到北京周边。 另外一个原因是,图书行业是一个很小的行业,利润也比较薄,能用便宜的库房尽量就用便宜的库房来节省成本。 也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一方面,桌州市离北京更近,大量出版社就集中在北京。 另外,桌州有现代化的图书仓库,设施齐全,发货快,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产业极具优势。 实际上,除桌州外,环京的多个县市也集聚了大批出版商和图书企业。 北京周边图书行业的库房聚集地大致是河北的桌州、固安、永清、天津的武清、保底这五个地方。 桌州大量图书仓库被淹,对于出版产业链格局是否有影响? 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洪水对当地出版商户的确会造成较大损失,但不会太大地影响整个行业的供应链。 在图书出版商受灾情况报道的新闻中,多次提到一个词——马羊。 据介绍,马羊是图书出版发行部门,用于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词语。 书刊的每一本上面都列有由阿拉伯数字、马和钱的单位、羊构成的定价,相承得定价总额就叫马羊。 比如,某书定价21.5元,一刷出版数量,共计1000本,马羊就是21.5乘以1000等于21500元。 与马羊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词,叫石羊。 石羊一般指的是图书发行商给下线代理的折扣。 比如,一本书的定价是20元,发行商按4折,也就是8元给代理商,8元就是石羊。 马羊和石羊是图书价值计量的两种称谓。 一本书的定价或一批书的总定价,其货币额俗称马羊。 就称银币为羊钱,又简称羊、大羊、顾名。 发行部门向出版社进货时有一定比例的折扣,按马羊打了折扣以后的金额,俗称石羊。 石羊是发行部门计算损益的前提和基础。 以零售书店来说,销售马羊、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折扣,等于销售食羊,即销售净收入,再减去销售成本、销售税金、销售费用,等于销售利润或亏损。 发行部门内部的业务活动和财务会计均采用马羊核算和记账。